接着我们关心食品安全 食药署公布最新的边境食品茶宴 结果有14项不合格 其中有6项是来自日韩的进口草莓 将近600公斤 通通被挡在关外 没有流入市面也会销毁 医生表示这些农药虽然是毒性很低 不过呢吃多了还是会伤肝肾 刺激肠胃 成人一天吃三颗就会过量 一颗颗刚从水谷行买回来的草莓 颜色鲜艳 闻起来又香又甜 但食药署边境抽茶进口食品 发现包括从日本进口的 煤存水果和商田实业公司 和韩国进口的利性国际实业 14项中有6项草莓 被验出含有农药超标 党在关外面临被销毁的命运 如果以这个浓度来换算的话 因为它验出草莓是1.44ppm 所以60公斤的成人 它只要吃三颗的草莓 可能就超标了 四种农药中 福尼庵经过老鼠实验证明 吃多了有可能罹患肺癌 胺砂肺癌会刺激荷尔蒙分泌 造成小孩子性早熟 虽然毒性都不高 但吃多了对肠胃 还是会造成负担 其余八项食品 包括泰国进口的活续蟹 还有中金属蛤 吃太多会造成肾衰竭 骨头病变 来自大陆的黑枣 甘白木耳和越南的椰枝花生 也都被验出黄徐毒素和农药超标 吃多了会伤干 只要是不合格产品 我们都不会让它进入本国内贩卖 那我们通知厂商 那么请它退院或销毁 医师建议蔬果最好 都先经清水冲洗15分钟 材料农药才会掉光光 想避免过难农药吃下肚 这些步骤可一点都马虎不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